为了加深青世代对长辈认识及尊重 教委部在99年开始推动祖父母节 并将每年8月第四个星期日定为祖父母节 来唤起各界对亲情敬老伦理道德的重视 期盼透过祖父母节活动引起民众的省思 我们政府举办这样的一个活动 我们非常的很有正面的意义在 那么能够让我们的子孙三代 能够拉近距离彼此之间都有一个默契 多少少可以回来回来山上这样 然后跟阿嬷做一个聊天然后就是相处 不错啊因为我有五个外孙 表示说对我们老人家非常很好的一个福利这样 教育部26号在新店捷运站出口广场举办办老快散活动 教育部指出社会结构及家庭形态变化 传统家庭组成的形式逐渐改变 祖孙之间的互动也渐渐减少 因此将今年主题定为有你才有我 强调家庭世代关系与交流的重要性 透过这样的节日让我们的国人有这样饮水思源的概念 就是让我们的子孙能够怀念祖父母节 教育部表示祖父母节半老快散活动 除了设有热灵学习中心 还规划老化体验乐园让民众了解老化过程及议题 更希望在祖父母节时候鼓励祖孙手牵手一起同乐 拉近祖孙情感 原始新闻股市物流新北市采访报导